好 大家好 回到 好笑播客人第十集 没错 没错 现在继续在 好笑的办公室录音 跟第九集一起录 没错 我们话题从怎么开始 听说要讲失败的演出 失败加烙赛的演出 人生总是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失败的演出 你说到目前为止的人生吗 就是一个失败的演出 没有停止失败过 我不知道成功的滋味 失败从未停止 成功从未开始 没错 这就是人生的写照 不过好像说这一集要聊聊 这是那种被极发函 然后觉得天哪 完蛋了 死定了的惨况 悲剧 我觉得我们 最悲剧应该是白昼那一次 有更悲剧的吗 你印象中 其实刚好白昼那一次我也没看到 然后不是还有一次 在那个pipe 我自己已经记忆把它屏蔽了 那次真的 我想一下 PTSD 你看他们两个已经挂了 我无法 我无法 灵魂已经出去了 我无法给出哪一个最绕赘 那个事如果今天有一天突然想到你会整个这样 半夜从床上跳起来 对 会想要用肢体把那个记忆甩掉这样 对 对对对 因为你脑袋没办法控制 就你突然想到自己很糗的一件事的感觉 真的耶好可怕 天哪pipe天哪 那一次的情况是我们受邀去讲段子 然后会有嘉宾互动 然后那一次是跟静耀网和栗子 那时候在场上 饶舌歌手 因为好笑是那时候是主持的人 是伤心欲绝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金刚 然后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美秀集团的修期 然后他们做的一个节目 然后他们也是会邀请来宾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算是串场而已 对对对 我们也算是嘉宾啦 只是他两组嘉宾 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但我们讲的段子又 没有因为那边状态真的 我现在知道听什么 听起来就像是便捷 但那真的就是这样 那就是错误的人去错误的地方 audition的概念 就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话题 那感觉就是这样 你就是不应该存在那里的人 因为我们两个人需要踩一个人社区 那边跟他们玩 可是栗子王跟 栗子王 栗子跟金耀网 他们人色又非常强 而且是纯天然的 对 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起来 我们就是 非常 很演的两个傻子 对 在上面跟他硬要互动 对 然后硬要吵二的气氛 哇靠 那个感觉真的 哇靠 我的妈 而且那个是 那个是跟白咒比起来 白咒那一次其实后面有扳回几 对 但是那个是直接无量下跌 对对对 那我们在你们真的进入最痛苦的回忆之前 要不要先简述一下白咒的故事是怎么样 白咒是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其实是有别的在 魏武营那边的活动 然后也是讲 当天赶回来 讲深夜食堂 然后那天白咒我们的场 是好像是12点半还是1点左右 反正也是深夜了 因为演两场 我记得 对对对 有两场一个 两场也三场 好像三场喔 三场吗 是不是有到三场 我印象是二啦 一个是12点还1点 另外一个是两三点这样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跟主办方那边讲好 是我们要讲一个段子 就是上去讲一个 讲过我们讲过的段子 但是因为那个段子它涉及到 它涉及到同志这样子 然后我们当时 应该说当初为什么会挑这个段子 是因为那个段子 我们在之前的演出有做过 对 我们有在视剧场办一个演出 对对 然后有做过 那个段子当下很work 大家笑得非常开心 因为可能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也理解 也看过我们网路上的影片 对 所以就知道我们在玩笑这样子 因为那些基本上是对我们有了解的观众 对 然后那一天去到白咒的时候 其实因为下面观众 很多 然后可是大部分的可能也不认识我们 然后我们就上去讲 然后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前面也累了 所以它那个节奏啊 还有那个该怎么开头啊 都有点乱掉了 所以那些应该铺陈好的那些 就是潜台词 完全没有被观众 catch到 它就只看到听到表面上 我们好像是在歧视的话语这样子 然后就哇 讲没几句就看到 有观众就这样站起来 然后就脸色很臭 脸色真的是臭的 对 就有点这两个在干嘛 我真的不太想回想他们的脸 然后就慢慢就越来越多人走掉想说 哦 超可怕 然后有点是你看到认识的人来听 然后他们也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 我就 他就觉得 错了错了 完了完了完了 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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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私奕场演之后 我们还有问几个同志朋友 说这个段子你们会觉得 有没有被冒犯 对冒犯或觉得过分 他们其实不会 然后他们都觉得很好笑 对啊对啊 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带去白做 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完全疏忽那边的观众 完全对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 他们就觉得这两个人 只是拿同志议题来开玩笑而已 对 然后 那个段子现在还看得到吗 看得到什么意思 我们好像没有 没有 好像有影片 好像有影片 但那个我觉得也不适合释出 因为那种影片看一半 你会完全会误情 就是你如果没有在对的语境下去理解 为什么讲这个笑话的话 它听起来就会有点过分 对就是那个语境在白做 第一时间没有被建议起来 然后后来我们就索性就 啪 就把那段子整个打掉 然后就直接生夜食堂 因为刚好我们就是 稍早就在卫武营演生夜食堂嘛 直接把生夜食堂服装套上 然后直接就开始生夜食堂 然后开始另外一种互动式的演出 然后就后面就有把场子救回来 那个前50分和后50分钟 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观众反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么长 没有那么长啦 但我说那个概念啦 前半段和后半段的状态差很多 我们一场大概半小时 然后后面就开始观众就越来越多 我就又回来了这样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 那个人就坐到满满的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在白奏真的是经验都很不错耶 对啊 我们在白奏的时候 可能大家有喝酒 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大家互动起来都蛮好笑的 有一些怪人上来 我们就是对啊 调侃他 但我觉得在那种场子 蛮特别 就是说正面的情绪渲染得很快 负面情绪的渲染得很快 对啊 所以就是你如果一开始风向不对 去了可能就是 就会救不回来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多少 尤其是像这种喜剧的演员 应该多少都会碰到这种 就是场子冷掉 或者是观众开始 就是对你 不耐烦 很怀疑或不耐重 应该都多少 然后觉得自己被冒犯 观众觉得自己被冒犯 对啊 对啊 而且有时候你去的场子 真的是很 那个观众组成真的差很多 对 就算你同样的段子 原本在其他场合有work 你今天突然间 比如说可能到一个企业的场合去讲 有时候真的也不适合 所以这个真的会很难 但是网路上你看到那种 很好笑的short 短短的 可能它后面有十个失败的例子 对 它只是没有剪出来给你看 对 对 那个当下你完全感受到气氛 而且我们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没有 做open mind的习惯 对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 试段子 对啊 所以 其实真的 尤其讲单口 真的好需要open mind 一定要试过段子 嗯 像李叶就是每个礼拜天 李叶就是优秀的漫才 他真的很努力耶 他真的很努力 对啊 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会去 2 3吗 2 3去 对 两个礼拜一次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他最近获得好评的梗是许光翰 对 没有没有 超级没有 你流那什么汗啊 许光翰 好不舒服啊 没有啊 观众笑翻了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 他就是不能被称赞 对对对 他不能被称赞 因为上次 这个 这个 podcast这样出来之后 我被我太太说 你们是不是在霸凌李叶啊 因为她是很认真说 你们是不是在霸凌她啊 所以我们觉得 我开始要换一种态度 来 面对这件事情 没有我刚刚你 你用 你用 不用态度 她反而很不舒服 李叶就是 比较m的人 这是她的人设 真的也是她人设 就是刚刚我们还在开录之前 李叶他中午吃了一个饭团 他没有吃完放在桌上 我就说 这谁的饭团啊 然后大家就说是李叶的 然后我就直接往那饭团上面 用力揍这样 把那饭团扁式的 然后这个饭看起来很难吃 这样 然后李叶就说 我干嘛这样啊 这样 那我当然要继续揍啊 等一下 这就是巴黎妹 这就是 不是因为 如果她今天 她的人设是说 东哥你可以不要再做我饭团了吗 因为这样子会真的难吃 我觉得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对 因为可是她就是 你自己的暴行 还要检讨被害者 她就是 跟我做我饭团啊 老师 干嘛这样子 怎么吃啊 这样子 她就是在那边笑啊 她好像就是 拜托继续揍她 她捡台词这样啊 我读到剪台词 我觉得必须要让李叶出个声 李叶你觉得咧 我是觉得没差啦 你看你看 她现在这一边笑 我是觉得没差啦 没有 这就有点像胖虎在打小夫啊 在打那个大雄 大雄你觉得我有欺负你吗 我是觉得没差 从各种角度来解读 都在霸凌她 对啊 所以李叶你刚刚就在讲说 我希望你们以后都不要这样再对我了 我们以后就不会了 对不对 但确实有时候 我不晓得要怎么讲 因为你看国高中生 有时候他们男同学之间的玩 对啦 就常常借在一个霸凌之间 对 那个好难借 没有 我觉得那个语境也是在于 前提是我们大家都爱李叶 对 是吧 李叶知道这个前提 所以就知道我们在跟他 做一件互动的时候 就是要cue他 我们要给他焦点 然后我们要跟他互动 对不对 我们是在玩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是希望李叶 因为在这整个播客室是有存在感的 对啊 所以我们会不断的提醒他 播客室背后的男人 对对对对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去看他的open mic 对啊 谢谢 谢谢你们的用心 看看他在open mic也是被他搭档霸凌 哈哈哈 就去看他这时候李叶你可不可以 你要不要换一个人色 然后你们就会知道这是他的人色 哈哈哈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不是真正那种什么校园霸凌或什么 那真的很严重 因为那些人是恶意的就是要让那个人难堪 我们不是要让他痛或干嘛 对对 我们是要把焦点cue给他 这是我们的情趣这样子 对 啊 动机啦 就很像我们抱着善意讲这些恶劣的话 哈哈哈 听起来是霸凌 怎么解释都不对啊 听起来都是霸凌人的借口 对啊 哈哈哈 对 啊 总之 好像就这两个比较严重了吧 其他好像普通 其他可以细聊一下pipe吗 我真的很想知道pipe到底发什么 pipe真的无量下跌啊 而且他甚至很难回想 我们到底干什么事 其实 因为我们的所有后来只要那 我那时候记得是我只有在台上 然后脑袋里面空白 然后一直在冒冷汗 对啊 我下来是我后背全部都是汗 然后那时候因为幸好萧东毅 他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演 所以他有一个东西可以 就包住 有一个 然后我向来都是用我本人去吐槽任何事情 然后我在那上面我突然是尴尬到 在刷裂啊 我那时候只想说 干你啊 哈哈哈哈 我在干什么 那时候讲什么都不对 真的很 那时候讲什么都不对 真的怎么都不对 我那时候也是硬丢了几个梗 但是我发现那个 那个日本人的那个面具跟角色就这样子 活生成裂开 就是这样子裂开 这样子根本就没办法walk 这样超可怕的 对啊 那我先方官听众朋友们试着去建构 那个时候如果是站在台下的观众 看到台上的布局是长怎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Live House的样子 的场地 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舞台 可能不大左右宽可能就六公尺吧 大概就这么大吧 因为它其实是那个网络节目Shot Gun的延伸节目 所以它其实比较像是音乐类的脱口秀 然后原本是就是刚才讲 伤心欲绝的管敬刚跟美秀集团的休息 他们两个共同主持嘛 然后他们可能每一集会有一些主题 讨论台湾独立音乐干嘛的 然后他那次是想要做一个 有点跨界的脱口秀节目 这样 所以他才会找就是豪娇排演去现场 跟那些就是 王健身介绍 对 但我没有去 所以我没有看到惨案 那天有很多我们的粉丝朋友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们那天到底看到了什么 席德是不是有在 有有 我记得突突有在 有 就是 以你应该有在 很可怕 非常可怕 光听你们这样讲 其实我们两个 其实这么多经验的 也都很少在台上 真就是荒成那样 你完全就知道说 啊来错地方 对对对 你完全知道说 这个不可能 对 然后因为下面的观众 不是你的基本观众 对 完全不是 所以他们 哦这个状况是不是 其实跟白座的刷色 有点异举同光之妙 我觉得 没有我说 义举同光这样是观众 因为对你们不熟悉 我告诉你 如果是不熟悉的观众 单就我们两个上次讲段子 其实会有反应 是可以的 但就是加上那两个人 那等于是你的 好笑的气氛 完全被 另外一个人散发出来的 磁场给抵消掉了 对 完全我们在那边是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那个情境 对我们就变得完全没作用 所以当时观众看到台上 就会是四个人吗 就是你们两位加上 敬仰王还有栗子 六个人 还有 还有主持人吗 休奇跟干净刚啊 他们两个好像也试图要救这一切 对 但是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两个真正的主持人 试图想要立挽狂澜 然后 但他的节目构成是什么差别 就六个人在台上是干嘛 没有就只是谈话 我们两个就是两个团体遇到 然后就讲一些吐槽 彼此吐槽彼此这样的话 这样子 我记得印象中 他其实没有什么明确脚本 我们也没有 事前之后就稍微对一下而已 因为我们吐槽什么感觉 我们都无关痛痒 但他们吐槽什么 都是什么被关 对啊 他们是真正 他们很real 然后我们在台上看起来 就真的很假 对啊 所以那个互动就是不work啊 哦 超级 但那个不work的感觉是冷场 还是感觉观众开始有敌意 或者是想离开 你知道冰块冰到最后会裂开吗 是那样的状态 那比冷场还要夸张 那真的是所有表演者最大的梦魇 那比你忘词还要紧张 对 在舞台上 因为刚才这个讲的都算是节目 那已经不只忘词了 那是忘着活着的意义 忘掉活着的意义 那时候在场上只知道流汗 让我死了吧 让我死了吧 好可怕 那次真的蛮可怕的 好可怕 但我真的自动屏蔽 我们两个竟然都没有想到这一块 对 Pipe刚刚是谁提 是大局讲的 我提的啊 天哪 对啊 我如果我募集的话 我应该也忘了 就是因为我不在场 会不会经历那一次之后 我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人格 很多这个多重人格 解离 就是因为解离出来了 因为那一次太可怕的经验 所以有另外一个人格在那边诞生了 太大的创伤 从今天开始有另外一个东哥的灵魂 人的性格在保护我 我知道了 我至少会霸凌你 就是另外一个人格跑出来 你成真是霸凌了 因为人格我想要破坏这一切这样 那一个人格跑出来了 真的啊 那真的是你怎么做都不对 对不对 当下没有最好的办法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当下 就是赶快下台 基本上我们当下已经到后面 已经就是把角色什么都拿掉了 之后还跟他拿钱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演出还是有演出费 对啊 真的是头好痛 对啊 就一整个就会觉得 真的我们不要上去 真的会比较好 或是分开 因为他们后面就有他们表演嘛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正确的 那个场合就是要那样 对对对 我们两个上去就是扰万了这一切这样子 对啊 跟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但放宽心一点啦 因为他那个计划 本来就是一个跨界实验计划 实验就是要会失败嘛 好啦那就是实验 你如果这样讲实验我可以接受 确实是啊 那那个计划确实是跨界实验 实在讨厌 对 那这个不能怪谁 因为我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会这样啊 其实我们也都没有设想 完全没有料到 那个很难去料 那没有办法预料欸 会是什么状况 对啊对啊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金刚 在提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就是想try 对 他就想try不同领域的人 在toco show现场 可以有什么火花 我们现在很明显的知道不work 对不对 就是演戏的人跟就是 不是演戏的人 硬要在舞台上凑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在演戏 对对对 臭的时候互动真的会很奇怪 对 对 对 因为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不同集有不同想try的跨领域的对象 就还会找就是政治人物 我觉得宽线多 对还要找政治人物干嘛的 所以就是确实是在try啦 对 但撇开演出本身那个场地算是第一次去 所以印象还蛮深刻的 很舒服的 就是那个经验是还还算有趣 但是就是那个内容真的是 对就我们两个角度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失败的经验 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这就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发现这个好像不太 这个配方就是不对 配方不对 对 那 那在演戏方面呢 就是在你们自己的主场合 演戏上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挫赛 或者是哪一个旺词 后来觉得我现在直接从舞台上跳下去算 我印象中我有一次那个旺词是在那个 去演一个叫梦莲花剧房 他们是演那个佛教剧 对对对 那个吉星高照 其实我是演一个小角色 我就串场而已 我记得我那一场好像只是一个大夫 要跟老爷说 就是很刻板的那个状况 就是大夫要跟老爷说 这样也可以忘 因为 为什么会忘 因为前一场的时候 就是演老爷的演员 就是一个大前辈这样子 他就是跟我讲说 我讲台词太急了 就应该要就是有空间这样 不要一讲完我马上就接 这样子 对 然后就因为这样 我当下就想好 那我下一场要改 然后我一想只要改的时候 当下上去的时候 没讲两三句 我突然间脑袋就一片空白 因为可能我自己想要改的 什么节奏或怎么样 然后突然间我自己打截了 应该要怎么做 然后那一瞬间我就突然间 我现在接到哪一句啊 然后我也在想的时候 我也突然间意识到 他刚刚讲这句话 我居然没听到 也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在丢接 那真的是我的错这样子 然后我就卡住了 卡了大概三五秒可能有 就在台上突然有一个很严重的静默 因为你要告诉他他有什么绝症 你的台词是什么 老爷 反正就是有一些来回这样子 都是重要资讯这样子 然后就 对就是那次忘死真的很严重 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前辈演员 他的太太也是剧组的 他是制作人这样子 然后他还叫他先生过来跟我道歉 说为什么下午的时候 要跟我讲就是 为什么要讲那些这样 对他可能他觉得 可能是因为他跟我讲 害我紧张 哇他好厉害 他马上看出来是因为他先生这样 因为他下午的时候跟我讲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先生感觉 有一点点动怒了 真的喔 他觉得说我没有把那个戏 跟他配好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也是 那个是我印象蛮深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也不知道当下为什么 可能是急着要把话丢出来 那时候可能有点太急了这样子 对 但你现在这么多经验 你确实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个前辈那时候 会给你这样提示 我完全知道为什么 对嘛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是 因为可能菜或什么紧张了 真的会这样 真的容易这样 就是你话和话之间 没有喘息的空间 对对对对对 你就想要赶快把词丢出来 对对对对 表演和戏都消失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一紧张就想多想的戏 然后台词就卡了这样子 真的 我那时候前几个礼拜 在唱成功的歌也是这样 我会唱到的时候 突然想说我音对不对或什么 然后我一片之后 我下面那句话 我就不知道要唱什么 所以我就唱了一个 喔 那个也是很精彩 好丢脸喔 好丢脸喔 那算落赛吗也算吧 那算 但就是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对 真是 而且练歌练到最后 我词都会记不起来 超奇怪的 我词会忘 明明唱过了几百次 但我词就是会忘 你是说歌词吗 歌词 歌词就是会忘 我觉得会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卡在一个尴尬的地方 因为你又有本可以看 然后你又好像可以记 我也会卡在一个尴尬的地方 有时候就会自己突然卡住 这样就是我到底要看还是要想 但我突然间想说我要看的时候 我原本在想的台词就突然间断掉了 对 很难一心二用 所以真的表演者在舞台上真的要很专注 加上我又对这件事情本身就很紧张 对 会紧张 很多时候都是紧张卡住 因为我记得那一次 那个是戏的开场 开场曲 成功的开场曲 而且其实前面健好唱得非常好 前一句本来一直错的 我唱对了 反而是到下一句 我不知道 我忘记要唱什么 因为唱得非常好 所以在旁边听的时候 哦 健好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然后就 突然出了一串咒语 然后我想说 那完全是那个 那个基督教被那个圣灵召唤的时候 会喊出的方言 好好听哦 你完全可以 感觉到台上所有人都傻眼 为什么前面都唱对 然后自己突然变咒语 为什么 还好 我觉得那一场真的累了 第二场真的太累了 那一场不是还有那个 东哥狂笑吗 那一场真的太好笑了 那一场真的太好笑了 我在做的时候在笑是不是 我在笑 东哥只要不在场上都在笑 都在笑 不要 因为讲话都会起身嘛 对 都会只要不起身 都在一个笑的状态 对啊 就在笑这一 没有这是一个愉悦啊 就是大家做什么 不一样的拍拖都觉得很坑 很好玩 很高兴这样 杨忠生那时候不是也 讲错一句话 然后他就直接改变他的腔调 他有这样音乐序哦 对 那个词叫音乐序 对 然后他唱唱唱变音 然后怎么怎么的 音乐序 所有人都杀意了 然后他后面开词 就完全变成一个ABC枪这样子 对 他就这样子讲话 越就越好笑 对啊 你能不笑吗 你在场下你当然要笑啊 真的太荒谬了 好希望正式演出也能够这样 但 哈哈哈 因为这是很嚎啸的事情 我觉得 这很好笑 独剧就是很多空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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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这次大叔也是独剧的 就不知道会 哦 真的耶 但是 他们 他们 你猜他们 会拿着本这样子念 还是他们都会把它背起来 他们应该早就背起来 他演那么多诗 应该早就背起来了吧 因为我听说那个 就是他们就是 最早就是 大家就拿着本在那边对嘛 对不对对 然后最早丢本的好像是高英轩 对 所有人说 诶 为什么他给我丢本了这样子 哈哈哈 天哪好认真 这算不丢本也要拿着吧 男演员的心机耶 这个 一般都是女演员的心 怎么可以这样啊 哎好啊 丢本了耶 好累哦 还没开始排在那边累 对 因为真的是不同逻辑啦 你拿着本 如果是看着本演 跟你丢本是另外一个逻辑在演戏的 他很难同时并存 这样子 那想要聊一下 关于今天真的很高兴 哦对哦 还有你们今天真的很高兴 咒语 因为我们就是 那个最明显的 我们后来真的确认 他是一个咒语的 是在高雄演狂美的时候吗 对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讲段子嘛 中间串场 然后 那一瞬间可能就是忘了词 没有因为高雄的观众反应太热烈了 然后你会很开心 想要讲一些什么 但你很容易讲完什么 所以你突然回来忘记 我本来要走去哪里 对对对 然后当下就 对要去哪里 真的是当下一时间想不起来 因为那个场合就只有 我和萧东一在场上要讲话 然后就会变成是你得电子 要不然就会发生停个五秒三秒的状态 空白 不能空白 所以那时候就只能下一句话就是 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 好像想要讲什么 对 然后后面就期望 另外一个人能够赶快记起来 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 但那天你是没有接 你就说你在开心什么 你是不是忘词了 他好像就直接戳这一点 然后我就说 对我真的忘记我们要讲什么 然后整个场面就更欢乐了 对啊 但是后来我们就 反正就是都很习惯 就是只要真的是场上 你真的有忘词的状况 就会讲出这一句 然后就变成一个暗号 然后我们在场上讲说 今天真的很高兴啊 而且是无来有的 前面根本一个上面是接不起来的时候 就代表那就是你 紧急求助领 紧急求助领 然后大家就知道 他忘了 他忘了 我记得后来这件事情 在玩的最急 就是去年的北投小细节 嗯 北投小细节嘛 对圣诞节那时候 对 然后在那个北投的咖啡厅 对 北投小细节 那一次真的是忘词忘的 因为我们可能排的不够 排的不够多 就是说忘的很彻底 但是都是一些讲 我觉得不是不够多 因为那段子其实是都讲过 对啦 是很熟的段子 你们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够多吗 协领入侵 对 因为明明排更少的都有 真的吗 那一天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们什么时候 你们晚上演出 你们什么时候排练 你们知道吗 至少下午有开排 对啊 对啊 你们说是至少吗 这可以讲出去吗 因为那个段子 之前都熟的啊 我们设计的所有段子 都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遍了 对啊 然后我们只要对起来就好了 但是那一天 就是很多 我觉得应该是乱掉了 所以就有一些 我该讲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段子的笑梗 什么的错过了 或什么 然后又要把它拉回来 就整个都乱掉了 但那天怎么会这么乱啊 没有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 拼了一个 那个人本交通的段子进去 然后当时 你们觉得说 因为人本交通当时 因为要讲给 因为受众的关系 有稍微做一些 笑点上的阉割 所以原本是想说 OK今天晚上要讲 就是原版的 昏段 对比达昏段 然后你们就那个 版本冲突 哦 对 就是有点像是1.0 讲到2.0的版本 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在 短时间内 不只是要讲旧段子 还要改旧段子 对 哦 我们就多讲了一些有没有的 就去改东西这样 逻辑就有点乱掉了 然后就不知道回去哪里 而且你们在开眼前 就超级没有自信啊 你们开眼前没有自信到 叫我跟大驱坐在旁边 拿着剧本 题词 我们是题词人 对 算了 你们真的很开心耶 我们一直都非常开心 完全讲了一百次吧 今天真的很开心 讲到观众都知道 我们的暗号是暗号 还好那一场的观众 比较多是认识我们的 对 所以才会去看那一场这样子 所以 充满善意那场 但如果没有看过 应该也是不可原谅 哈哈哈哈 这场也是看嘛 圣诞节特别片啦 圣诞节特别片 特别开心 对 平安夜一点都不平安了 哈哈哈哈 笑梗撞车 但我觉得冲击力都没有刚讲那两个强 那个是真的拼快裂开 其实现在还可以这样子讲 但是刚刚那两个都是会这样 突然间就是会觉得脑袋 会很不想要想起这一切 但我讲到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也是东哥的耶 东哥是不是之前那个 在演那个 進港浪的梦仪的时候 对 你不是眼睛被勾到 对 在台上受伤 对对对对 你那时候不是说 因为你是也是当下想要做急性 还是什么的 哦 不是不是 因为他那个段落本来就是 拍放大家急性 我们之后在白脸场走过几遍 所以大概就是 大家有几种选择 可以自己从白脸组合 或是你当下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那只是我在不对的地方出现在 那个 那个 道具的旁边 哦 就是那个 那个三叉戟 那个法器 他就是当时要当做针 我当时就在演旁边 演医生在跟病人讲话 我好像想检查一下病人 他的肚子 或是什么 所以我就靠过去 然后他那边在打针 打完 那就把针抽起来了 然后我就走着 靠过去看一下 就这样包 我都被勾走 那真的是被勾走吗 当下真的觉得我的眼睛不见了 就是整个就是突然间 这边都黑的 全部都黑的 眼睛睁再大都看不到东西 那种感觉 吓风了 但后来发现那是血吗 应该是血 是血盖住了眼睛 整个盖住了眼睛 所以是下面这边 那是 应该是眼角 眼角内侧 眼角被划破了 对 就眼睛开了 更开了 开眼头 开眼尾 开眼尾 开了这样子 对 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 这是大开眼界 这也是那种 好戏开眼 大戏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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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另外一种挫赛 这也是另外一种在舞台上的挫赛 这也是另外一种挫赛 那那时候当下是什么 就停演吗 没有啊 怎么可能 我继续演啊 我是遮着眼睛 说我还继续即兴 说我要干嘛干嘛 我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赶快去旁边找那个武坚 还是技术人员 就说我现在怎么 我被画到我现在眼睛 结果呢 他们就开始看 然后更好笑的是 那个场馆 它是没有让演员从 就是他如果要从后面出去的话 就只能走正 因为那个 那舞台是很空的 他的方式是很敞开的 所以你就要直接 让观众看到你走进 电梯里面 所以在舞台上 是看得到后面那个电梯的 所以我又出去就做了戏 做了戏 我忘记我讲什么 然后我就说我要去 我不知道 所以演出当下 你就出去看医生 对我演出当下 带急信然后就下去 下去楼下 然后就叫救护车 然后就把我送去了 吓到啦 隔天还是当天晚上之类的 还有要演吗 有 我记得还有 我这是照着眼罩 像独眼龙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变独眼龙的时候 就开始多了很多 跟眼睛有关的急信 我那时候真的太高兴了 就是眼睛没有瞎掉 太高兴了 今天真的很高兴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欸但我觉得因为跟 就从一路听下来就觉得 像 跟Pipe 或那种毁灭性的打击比起来 是因为你们对表演的 烙赛宽容度很高 就你们大部分都觉得 虽然好像怎么样 但其实还可以 因为像 类似观众反应没有那么好 或者什么之类的演出 像我跟着你们的 也有那个 什么台大艺术记啊 台大艺术记的状况 那个时候也觉得 稍微有点 没有那么少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 一开始大港要讲的时候 你们也是刹刹的 对 想说会不会底下的人 跟你们是不同人 那其实到最后 好像都可以被你们 在你们的记忆里面 被诠释成一个 还可以的体验 其实好像也还好 我们自己大概也知道 就是高高低低反应怎么样 我们就很看 我们自己看每一场合 我们心里会有一个预估 今天可能大概就怎么样 可能今天大概最嗨就是这样 或是什么 因为你看你知道不同的观众群 就像台大艺术记那时候 你就知道 那时候的观众可能 大概就是怎么样 他们只要有微笑或干嘛 就是反应不错 因为你的punchline打出去 你大概就知道 他大概是怎么样的反应了 那你就预估说 我如果这个点 他大概反应就这样 那你后面的点大概就是 甚至去之前 你也会知道这个场合 大概是什么状况 对 尤其是我们是接在 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演出 也会是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 所以好像还行 那时候倒不会觉得 对啊 就是对啊 对 每一个考卷有不同的评分标准 讲到 讲到 挫赛演出 你又讲到大港 对啊 我想到大港那次真的是 真正的挫赛演出 真正的挫赛 真正的挫赛 四个人 一个摄影师 李叶我萧东义 对 我们要去大港前 嗯 那天白天嘛 才吃完饭是不是 对 然后就在 从高铁 从高铁 从高铁要到大港前 我们是不是先去吃饭 嗯 好像是 然后就先在一个百货公司 大家就轮流进去大便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那天是这样 我们 到高铁站 嗯 应该是我 嗯 先说 欸要放晒 所以我先进去一趟 嗯 但我进去出来之后呢 建好你也说 欸你也要去一下洗手间 嗯 你也进去 嗯 然后接着我们就去吃饭了 吃饭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在高铁 我是百货公司 那高铁在吃摄影师 可能是从幼 嗯 然后接着 因为到大港前 还有一点 阿SOBI的事情 我想说 现在旁边一个百货公司 吹个冷气 什么之类的 那一到百货公司 没有人要逛的东西 没有人要干嘛 就去棒赛 就换我想大便 对 换我去棒赛 然后小东西是不是也去大便 建好去了 然后换我去 对对对对对 然后李叶是不是又去了第二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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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一到大港现场 是你还是从幼 又去大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刷赛的 这是 刷赛的演出 你们大了六坨石 你们大没有这么多便可以打 所以我们叫大港开棒 对啊 大港 哈哈 为什么那天早上 大家这么多大便 突然间 可能大家都很开心吧 我觉得大家太早起床了 因为那天 我们是 我们 没有 我们很晚才接到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只能买自由座 然后那天又是大港的第一天 哦 讲很多啦 我们只能堵桌 从第一班的自由座开始赛 看能不能赛到上车的机会 所以我每个人都打破了自己的坐骑时间 都是什么五点五点半就到台北车站 坐骑都乱掉了你的肠卫 所以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好笑 现在应该是大便的时候吗 对 一口气 一口气过了两天 哈哈哈哈 两天的份 哈哈哈哈 两天的份 好好笑 认真烙赛 那也是一种烙赛的经验啊 哈哈 真的 但编剧会有这种背景发展的时刻吗 编剧 因为编剧没有那么及时啦 编剧通常都是 就是 稿子持交一个月吧 完蛋了完蛋了 还是有没有可能你稿子交出去 然后今天大家读剧 然后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明显会感觉到 大家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本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会啊会啊会啊 那个人挫赛啊 每一次读剧都是挫赛啊 没有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大家会对你的剧本 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回馈 所以每一次读剧都很紧张 特别是在一开始还比较 然后演出经验更少的时候 那个本在人家念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 天啊完了完了完了 就写了什么大便 这样 那都是挫赛 那都很紧张 这样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那时候研究所说 我们很常帮剧创组的学长 或是同学去念他们的剧本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编剧 人生中最羞愧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他们真的是边听 然后边面红耳赐 就是他们很紧张 你们一个念出来的东西 那很恐怖 那真的很恐怖 所以那个跟成功 已经没有完全是绝远 那在念的当下 比较恐怖 还是在事后大家在讨论 或是老师在提问的时候 比较恐怖 我觉得当下比较恐怖 当下 我觉得当下比较丢力 当下比较恐怖 当下比较丢力 真的喔 因为读完就觉得说 会松口气 就算其实当下还是在讲 或被一直被批评 或讲说 不知道你这个有点问题 或什么 都觉得无所谓了 就反正读完 反正我已经把东西 大家都听到了 有啦 那感觉也是跟我们去audition 感觉很像嘛 就当下很尴尬 对啊 而且不一样是audition 可能五分钟十分钟 读一个剧本要两个小时 那你有过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说 今天不是我剧本写不好 是你们这些演员把它读烂了 完全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就觉得说 哇天哪这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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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以前真的是 我们研究所说 那时候好多次经验 都是真的去帮剧创组的同学去 读剧 对 我都会有点担心 我们会不会把他剧本搞砸了 没有 不会不会 我那时候帮那个一个学长 叫徐孟林 台大毕业的孟林 然后念他的壁字的剧本 那时候在南海一郎二楼 然后读剧城 其实那时候好多人一起城 然后 那组合超怪的 冯博帝也是一个编剧嘛 然后他念那个本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角色 叫舞台指示 那舞台指示好像会跟着 跟着里面的角色一起互动 还干嘛 那时候那个剧本读了可能 我不知道 六十分钟还七十分钟吗 我们一开始 我跟冯博帝就不知道在笑什么 终于进去 不知道读到哪一个角落 开始到五分钟 还六分钟的时候 就开始是这样子的笑了 然后越到后面是 停不下来的笑 终于在那边就 就现在这样笑的 就一直在笑 一直在笑 停不下来 那天念完之后 就一直跟孟林说 孟林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我跟冯博帝笑到一个不行的 所以你们在笑 也不完全是剧本的内容 就是两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笑 可能那天那个读剧的波段 还是什么 就你会突然觉得 冯博帝你这样念好好笑 好北蓝喔 然后我可能念了什么 他也觉得很好笑 然后他一笑你又回来笑回来 然后那就整个共鸣 那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我们都在笑 那个剧本还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 我想许孟林应该就有这样的经验了 他说我的剧本写的没有问题 是你们把他读烂的 就是你讲讲 我才觉得对 应该是这样的状况 好好笑 怎么会那么好笑啊 那时候怎么 那时候手机大家都不太录影 真的是可惜 喜剧吗 应该是吧 应该是喜剧吧 那个戏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叫鸭鹅之间 鸭鹅 鸭和鹅 鸭鹅之间 鸭鹅之间 对 我有点忘记实际内容是什么 但是 我只记得 一直在笑 笑到炸了 鸭鹅提下巴 鸭鹅提下巴是那个 安妮啊 那个做CVR CVR 叫叫ABC 好好笑 对我不知道 如果 对如果有看到的话 希望 到时候 我好希望可以重新看到那个段 如果到底在笑 我的妈 笑到炸裂 那完全没有在好好读本 那时候真的应该要先叫暂停 那时候笑到一个不行 但是 讲到一半就会这样 而且那是 那是 许峰林的壁志读剧 对啊 他的壁志啊 讲到一半就 怎么会这么好笑啊 还好他 后来还是都有再写剧本啊 幸好 对对对对 真的要笑死 好莱坞他是挂他的编剧吗 对对对 好莱坞开会有个好莱坞 他跟吕小艺呢 对对对对对 有啦有啦 太好啊 太好笑了 那像这种很烙赛的经验啊 会变成你们的噩梦吗 因为不是很多人说做演员或什么 常常会梦到自己忘死 没有没有像刚那种场合 我希望可以再多体验几次 因为那太好笑了 而且梦林也是很好的人 所以你知道他不会对你生气 但那样的场合实在太难得了 有办法笑成这样 读一个本笑成这样很荒谬 但是像pipe或是那个 那真的不要 那真的不要 但是但是你刚刚提到那个做梦 是真的蛮常做到这种梦的 就是你要上台了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今天要演什么 对对对对 但是你就已经在台上了 你突然想说 你会突然在梦梦里面 还在做梦的自己说 干是我没有备本吗 对对对 我怎么会没有备本 然后你说干为什么会没有备本 我们明知道有这个戏 对啊 但为什么没有备本 对 然后你就说 我干我一片空白 然后甚至我在那里面 我还想说 好那我等一下上去 怎么跟人家对戏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 刷赛的状况 然后你就会 还会梦到是观众什么的 慢慢走掉 或者什么都会 还是会梦到 很奇怪 我们也好像 大区会梦到这种吗 会 我也梦过 我也梦过你们两个啊 梦过我们 不知道哪一出新戏要上演 然后就有戏跟我没拍完 然后后面整出戏是空白的 然后我们就在说 好那上去又怎么做 怎么做 这样也有哦 也有梦过 真的是 大家好像 我看你 这一种我觉得还好 我反而觉得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 因为那时候梦里面 跟我对戏的都不是肖东义 都是其他人 我也是 对 然后其他人你就会知道 这些人都肯定很扎实的练习了 本或干什么 你要上去 怎么样升 怎么样掰 都过不去 对耶 你想想讲的 的确实关键 因为如果今天对戏的是他 我们就有办法 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有办法 可以凹过去 我们可以录表戏一下 就是这边做什么 那边做什么 兜一兜 可能上去还有一个段子可以做 对 但其他人就 那梦正是把所有的有力因素 全部都摘除了 你出来这么紧张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下会质疑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演员 哈哈哈哈 这是妈 连本都没有背啊 对对对 最大的恐惧 好啦 今天恐惧 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 如果还要想到更恐惧的 再补充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恐惧 哈哈哈哈 可能你们的恐惧 比我们的还要恐惧 对啊 我们这个根本微不足道啊 可能你某一天 发现自己负债两千万 哦那比较可怕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pipe 什么都比不上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可以经历一百次pipe 我也不要负债两千万 真的是不要耶 但pipe一百次 可能人也会死掉 哈哈哈哈 羞愧而死 第二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会放松 好 那如果你是pipe的老板 你可能会负债两千万 哈哈哈哈 Pipe老板 负债两千万 经历一百次之后 觉得我 我真的做不起来 我真的做不起来 这东西还是先不要做 好 好 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好小波克思 下集再见 拜拜